去年的职棒赛季,如果要评选最引人注目的外籍球员,成泰·Cobras队的威利斯无疑会荣登榜首,他突然的离队不仅使得成泰队的战绩一落千丈,更是将长期以来外籍球员离队的问题推向了公众讨论的风口浪尖。 在中华职棒的15年历史中,外籍球员的离队故事似乎成了每年必上演的剧目,仅仅是去年,除了引发巨大争议的威利斯、统一师队的捷报、中信精队的费加洛、雷尼熊的贝利等,也都上演了半途而废的戏码。 更远的过去,如好难多、罗萨、乔伊、亚历士等名字,更是数不胜数,外籍球员抵达台湾后,通常球队会保管他们的护照,因此,想要离队,球员首先得找到合理的借口来取回护照,最常见的借口是家人去世,尤其是外婆和母亲的去世概率异常高,让人不禁感叹,外籍球员一旦来台打球, 他们的外婆和母亲似乎就命中注定要离世,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球队后来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发现,那些所谓去世的家人,其实早已离世多年,排在第二位的借口是老婆要生了,有的球队事后发现,其实球员和妻子已经离婚多年,或者妻子已经改嫁了,捷报在这方面尤为高明, 他一次就用外婆去世和老婆要生两个借口都用上了,如果不是中信经的所杀,不慎说漏嘴 透露,捷报已经在小联盟等待重返大联盟,师队可能还在愚昧地等待他的归来,当921大地震震撼了台湾这片土地,无论是中华职棒还是台湾大联盟, 许多外籍球员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自然之力,惊得手忙脚乱,夜里匆匆打包逃离,他们对于地面也能动荡,感到无比惊讶,难以责怪他们的选择,其中,一些像罗萨这样默默消失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回溯到1996年, 兴隆熊队的摩登在比赛当天突然无影无踪,令队伍不得不临时安排林朝皇免为其难上场 2001年,台湾大联盟采取了更为极端的措施,一举裁掉了费格森、麦克利、尼勒等一群打击率超过三成的外籍球员,并计划另拟心血 然而,当外籍球员和经纪人之间开始互通有无,意识到即便是三成的打击率也无法保证位置安全时,有些人在登机前夕选择了逃逸 威利斯的理由最为巧妙,他声称需要回国为儿子签署移民文件,由于队友和管理层几乎都见过他钱包中那些颜色激进退去的孩子照片,因此无人对他的理由提出质疑,球队甚至为他准备了机票 然而,当球迷发现威利斯在独立联盟的比赛记录后,原本坚信他的球队反而对这些忠实球迷进行了指责 尽管威利斯一再向球队保证他会立刻返回,并在临行前接受采访时承诺一定会回来 但当他最终没有回归的消息传出后,媒体对于外籍球员逃跑的行为进行了大家讽刺,引发了一番舆论热议 在过去的15年里,同样的剧情在职业棒球界上演的几乎可以说是年复一年 但问题真的仅仅在于那些外籍球员吗?他们屡屡以家人生死攸关为由突然离队 虽然球队管理层并非FBI或CIA,无需深究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到底有多少人还健在 但稍作努力,通过合适的渠道去了解这些外籍球员的家庭状况 这种做法并不算过分,对吧? 然而遗憾的是,这方面球队往往显得措手不及,究其根本,还是制度上的问题 那些看过棒球先生,Mr.Baseball这部电影的观众可能还记得 片中的主人公杰克,艾略特,尤汤姆,塞利克饰演受到中日龙队总教练内山由高苍健饰演的邀请 前往其家中做客,杰克在庭院里直接问内山,你有其他的外籍球员可以选择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我? 对此,总教练的回答是,我看过你的比赛录像 然而,把这个场景搬到台湾 你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位球队的总教练能够直接对新招募的外籍球员说出这样的话 原因很简单,在台湾职业棒球界,15年来 球队几乎都没有设置专职的球探 即使名义上有球探部门,那也不过是其他职员兼职的工作 或者仅仅是为了应付形势而已 台湾虽地狭人愁,但因缺乏专业球探系统和对业余 青少年棒球的深入挖掘,每逢本地选秀季 教练们总要在忙碌中向媒体求证 这位选手是谁,曾效力哪支队伍,球技如何,伤势恢复得怎样了 之后便凭借直觉和运气做出选择 而在引进外援方面,情况更是让人无奈 目前,各球队的外援选手几乎全靠几位特定经纪人推荐 或是通过现役外援的私人关系引荐 甚至在赛季结束时,由球队高层或主教练亲自出国 匆匆在几天内选人 以至于在真正见到外援选手之前 球队对于外援的了解仅限于文字资料 关于选手的皮肤颜色、健康状态等信息都是未知之数 外援能否适应,完全取决于运气 好运则留,不是者即刻更换 当然,台湾也曾引进过拥有大联盟精力的外援 但这些通常是其他球队不再需要的球员 尽管如此,这些球员依旧拥有足够的实力 在其他设有职业棒球的国家谋生 他们利用职业生涯的黄金期稍纵即逝之际 努力展现自己的剩余价值 在追求生计的道路上,金钱往往是最大的驱动力 当拥有亚洲最高薪酬的日本职棒界向他们招手时 亚历士、班尼、毕莱利和马来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往 其中,毕莱利更是为了能早日抵达日本 与球队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韩国职棒虽然薪酬稍逊一筹 但只要稍有迹象表明有异象 乔伊和贝利也会立刻转投韩国 台湾的薪资是最低的吗?事实上 大联盟球员的基本年薪已达到30万美元 即便是在大,小联盟之间徘徊 月薪也能达到7、8千美元 虽然中华职棒对外籍球员的薪资设有8500美元的上限 但台湾的税率最低 加之前规则下的按盘操作 实际到手的金额也相当可观 那么,为什么台湾还是难以留住优秀的外籍球员呢? 即便费尽心思挖掘到一块宝贝 最终还是留不住人 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制度管理 各球队年年期盼能引进优质的外援 却又不愿意为此大笔开销 结果往往引来的都是不堪一击的球员 如尤妮卡、莱文舒、莱恩斯 因此,球队多采取在春训时期引入多名球员进行视讯 只有在认定合适后才会决定留用 并且能签下的多事为期两 三个月的短期合约 薪酬也是按月支付 对这些外援来说 一旦得知大联盟有球队提供视讯机会 或是墨西哥 独立联盟还在招募球员 只要待遇相差无几 他们几乎不会选择继续留在台湾这个 有着地震、台风和战争风险的地方 是否有球队愿意打破外籍球员 频繁离队的困境呢 诸多教练私底下叹气 指出问题核心在于 台湾职棒的体制尚未完善 在体制得到彻底建立之前 记忆不一的外籍球员仍将流动不息 威利斯只是众多离队外籍球员的冰山一角 许多教练表示 球队并非不明白建立完善体制的重要性 而是出于某些原因未能或不愿采取行动 如果能缩小与日本 韩国球队薪酬的差距 至少签订一年的合约 采取一次性支付或分期支付全年薪水的方式 不仅能吸引更优秀的外籍球员 即便他们有离队的念头 考虑到合约中的赔偿条款 和可能面临的法律诉讼 也会多一份顾忌 然而 只要球队仍旧我行我素 所有的讨论都是徒劳 外籍球员直言 台湾球队这种这个月有工资 下个月不一定的雇佣方式 让他们感到极不安全 既然双方没有正式的合约绑定 想要离开随时都可以 即使球队想要追究也无从下手 更何况 球队在发放心水方面已经非常吝啬 根本不可能为此投入资金 进行法律诉讼 次文明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金 olvid并適加 防偿玩乐 中文明儿 翻译 直接 颗